第35题 若要使电磁铁产生的磁场更强 则以下哪一种方法是无效的 我们晓得电磁铁的磁场强度呢 是会跟电流大小成正比 会跟线圈扎数呢成正比 所以呢 A选项说增加螺线管的电流是可以增强的 B选项说将螺线管绕得更紧密呢 也是可以增强的 同时呢 我们可以插入软铁棒 因为这个时候呢 除了电流磁效应的磁场之外 还会有一个软铁棒被磁化产生的磁场 两个磁场呢 相加水磁力会变强 所以C选项说增加软铁棒的数目也是可以的 但是诸选项是不行的 因为铜棒跟银棒虽然导电性更好 但它不是磁性物质 不会被磁化 所以呢 就不会像软铁棒一样 会增加一个软铁棒磁化所产生的磁场 所以呢 诸选项是不对的 所以第35题 问我们说 则以下哪一种方法是无效的 我们答案选的是 诸 将软铁棒改用导电性更好的铜棒 或者是银棒 那种方法是无效的 好